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起唐玄宗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和杨贵妃的爱情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唐玄宗算得上是最有才情的皇帝 事业上他创造了大唐开源盛世 在情趣方面他也创造了不少的神奇佳话 进入天宝时期后 有一个叫华清宫的行宫 开始在唐玄宗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懈怠朝政的唐玄宗一头扎进了华清宫的温柔富贵乡 与杨贵妃开始了神仙般享乐的日子 可是国不可一日无君 唐玄宗不理朝政了 大唐帝国的政事就落在了当朝宰相杨国忠的手中 虽然我们知道杨国忠在敛财方面是一个能手 可是要处理国家大事他能行吗 唐玄宗长期倦怠朝政又会对当时的政治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呢 中央民族大学蒙曼副教授为您讲述细致节目 唐玄宗与杨贵妃第八集 代政华清宫 华清宫它是长安东边离山上的一座温泉行宫 以温泉之名 其实从秦汉时期大家就发现这的温泉很神奇了 就开始有达官贵人在这修宫殿泡温泉 那到唐太宗时候呢 就正式在这建了一座行宫 当时就叫温泉宫 玄宗自从即位以来只要冬天他人在长安 就必定得到这个温泉宫去 可是去和去也不一样 开元年间的时候虽然他也去 但是每次去呢都是一个星期到半个月之间 算是工作之余的一个放松 可是自从开元二十八年 唐玄宗和杨玉环在这个温泉宫定情 他去的时间就开始明显加长 长到什么程度呢 最短也得一个月 长的时候呢就都三个多月了 基本上整个冬天就在这个温泉宫度过 那么为了配合这种变化呢 温泉宫啊在天宝六载的时候就改名为华清宫了 而且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扩建 文武百官都在这个温泉宫旁边设置了官署 以后呢一到冬天整个朝廷就搬到这个华清宫来办公了 成了一个季节性的政治中心 不过虽然是一个季节性的政治中心啊 但是唐玄宗在这思考的可不主要是朝政 他在这主要干什么呀 唐玄宗的经历啊都放在三件事情上了 第一个温泉沐浴 第二个唱歌跳舞 第三个追求朝政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温泉沐浴 华清宫既然是一个温泉宫嘛 泡温泉当然是重头戏 那华清宫这个温泉怎么泡法啊 简单的说呀就是按等级泡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管这热水叫汤 所以温泉呢就叫温汤 在温汤之中低等给皇帝泡的叫玉汤 也叫九龙汤 还叫莲花汤 皇帝专用 那么次一等的呢就是贵妃汤了 又叫海汤汤 是给杨贵妃专用 再次一等是给太子用的太子汤 这都是专汤专用贤人免禁的 那么再下一等呢就是公共温泉了 比方说有这个给一般妃嫔用的唐汤 给宜春院的女艺人用的宜春汤 还有呢给大臣用的清晨汤等等 这个玉汤和贵妃汤啊 在唐朝的笔记小缝里曝光率特别特别的高 大伙都说那奢侈的不得了 奢侈到什么程度呢 明皇杂录有这么一个记载 说这两所温汤之中啊 都是用色色呀 还有丁香啊 那些贵重香料堆成假山的样子 那你看香料堆成的假山香气缭绕啊 然后再加上温泉的水气阴阴 就真像仙山一样 那么在山水之间呢 唐玄宗还用白香木做了小船 这个船上涂了银粉 然后船桨啊 摇鲁啊 上面都装饰上宝石 在这山水之间一划呀 那就可以装神像 说特别奢侈 那是不是这样呢 1982年到1986年呢 咱们的考古工作者 对这个离山的温泉区 进行了考古发掘 这玉汤和温泉汤 和这个贵妃汤 还都给发掘出来了 实地考察 玉汤有多大个呢 长是10.6米 宽是6米 其实就是60平方米多的这个样子 那么有多深呢 这个玉汤是分为上下两层的 上层是0.8米 下层0.7米 加起来也不够一个人的高度 可以想象 在这样一个不太大的空间里 就算是堆上假山 这个假山的客头也不会太大 估计如果有那个小船的话 这个船主要也是装饰用的 不见得真的让你在那自由的哗来哗去 那玉汤尚且如此 贵妃汤就更小更浅了 所以我说呀 这个古代笔记小说记载的那些奢侈的生活呢 有些也是出于想象 不能完全当真 那么 杨贵妃和唐玄宗两个人不泡温泉的时候干什么呀 他们干的最多的事情恐怕就是唱歌条舞 说起这个音乐歌舞 唐朝没有人比唐玄宗更内行的了 当年开元年间 他那么勤政的时候 还忙里偷闲 专门创建了这个职业艺术院校 黎元 还有女子艺术专科 宜春院 那现在呢 到了晚年了 政治上不太上心了 到华清宫享受生活来了 肯定更要加强对于艺术的这个创作力度 开天传信记 这是一本笔记小说 记载了唐玄宗的一则义事 他说呀 在天保年间的时候 有一次唐玄宗上朝呢 就在这儿 一边听大臣汇报工作 一边摁肚子 那高丽是在旁边看着不放心了 皇帝怎么了 一退朝就问唐玄宗 说陛下 你肚子疼啊 唐玄宗我肚子不疼 我呢 是昨天做梦的时候 梦见一首曲子 早晨上朝走得急 我没有来得及把这旗子给记下来 我怕忘了呀 就随手抓起根笛子 塞到衣服底下了 我刚才是一边听证 一边在这按那个笛眼 记这个曲谱 这叫什么呀 这叫痴迷呀 中国古代人说的好啊 知之者不如乐之者 乐之者不如好之者呀 那他能这么痴迷 自然这个创作水平就比较高 那么代表唐玄宗在音乐方面创作水平的这个代表作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迷唐语曲 为什么这首曲子是代表作 因为他把这个唐朝的外来文化和本土的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个曲子里头 所谓尼尝语曲 本来呢 它是一首婆罗门曲 就是印度方面过来的一支曲子 那到了唐玄宗手里之后呢 唐玄宗就用我们民族传统的青商调 对他加以大量的改造 融入了大量的中国风 那后来呢 就变成了一支以民族曲调为主 但是融进了大量异域风情的这么一支曲子 这不是唐朝多元开放融合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吗 曲子编的好 当年唐玄宗和杨玉环定情的时候 奏的就是这首曲子 那另外呢 这首曲子妙的是啊 不光唐玄宗为他做出贡献 杨贵妃也为他做出贡献 唐玄宗的贡献是编了曲子 杨贵妃的贡献是什么 他是个舞蹈家呀 他把这个曲子编成 给这个曲子编上舞蹈动作 变成一支舞曲了 那么自从这个霓裳雨曲可跳之后 就变成了霓裳雨衣舞 也就成了华清宫宫廷宴会的一个保留节目 杨贵妃高兴的时候还能给大伙跳上一段 杨太夫真外传就讲了 杨贵妃最终舞霓裳雨衣一曲 天言大意 也正因为在华清宫的日子太滋润了 和杨贵妃的爱情太甜蜜了 所以呢 唐玄宗就感觉到啊 生命尘可贵呀 怎么才能长长久久的享受这样的生活呢 我们知道中国的道教是有长生不老之术的呀 所以到天保年间 唐玄宗对道教就越来越感兴趣了 就是在天保元年 唐玄宗就在华清宫里修了一个大殿 叫长生殿 也叫吉林台 唐玄宗整天拜神仙 神仙有没有给他一些什么指示 唐玄宗自己说有 他说他听见神仙的指示 怎么回事呢 就是在天保四载 也就是唐玄宗侧阳贵妃 党为贵妃的那一年 正月份 这个唐玄宗啊 有一天就傻有介事的跟在相讲 说呢 我在宫中不是做了一个祭坛 祭神仙吗 我把这个亲自写的这个黄表啊 就放在祭坛上了 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一放到那 这个黄表就飘飘洒洒 他就飞起来了 飞到空中去了 这时候啊 我就听见空中传来一个声音 圣寿延长 你的生命 寿命会一天比一天长的 还有一次呢 我是从啊 宋山炼了一位丹药 也是放在这个祭坛上了 到晚上的时候 不是宦官要把它收起来吗 这时候啊 又听见空中有人说话了 说呢 要未须收 此自守护 我们一听 赶紧放到这吧 第二天早晨才收起来 大家说这是不是真的呀 唐玄宗觉得是真的 其实他是幻听了 想长生不老都想疯了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那我们也知道 开元年间的时候 其实唐玄宗对于神仙 道教一类的说法 是没什么兴趣的 当时洛阳不是有一座 集仙殿 唐玄宗还自己把它改为 集贤殿了吗 他说我爱贤财 胜过爱神仙 可是现在呢 他又大张旗鼓的 在华清宫搞什么 吉林台 这不是自己思想的 大倒退 小混混出身的杨国忠 虽然做到了宰相的位置 可他的能力和他的职位 是严重的不匹配 他会做出什么荒唐事呢 唐玄宗与杨贵妃 正在播出 华清宫固然是个 享乐的好序处 唐玄宗和杨贵妃 在那里的生活 也真算得上是神仙眷属 可是唐玄宗毕竟是皇帝 不是神仙 他一味的沉浸在温柔富贵乡里 正是怎么办呢 当时杨国忠已经取代 李林虎当了宰相 唐玄宗还是像在李林虎时代一样 直接把正事交给杨国忠 当年李林虎是行政经验 丰富的老官僚 还出了不少的差错 而杨国忠是刚出道的年轻人 他能够胜任宰相这个重任吗 请继续收看唐玄宗与杨贵妃 第八集 代政华清池 当时不是杨国忠当宰相吗 唐玄宗还像对待李林虎那样 把这朝政就托付给杨国忠了 而且这个托付可不是一般的托付 基本上算是全盘托付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因为唐玄宗给杨国忠的权力 不是一般的大 当年李林虎号称权相 其实就是宰相之外 加了一个吏部上述 掌握了用人权了 可是现在杨国忠当宰相 不仅把李林虎的权力全盘接收了 他当年掌握的那几十个财政方面的史值 也一个都没有放弃 那这样一来就不得了了 他不光有行政权 有人事权 还掌握了财政大权 另外呢 这个李林虎啊 杨国忠啊 还兼任建南节度史 还有京基呀 官内呀 等等几个重要的道的这个采访处置史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他把一部分地区的军政大权 又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一个宰相能同时应拥有行政权 人事权 财政权和部分地区的军政大权 这在唐朝历史上可还是第一次 唐玄宗给杨国忠的权力是空前绝后的 那可是我们也要知道 李林虎当年是一个干了一辈子的老官僚 给了那么些权力尚且出了非常多的差错 可是杨国忠从他进入长安那天算起 直到当宰相满打满算 一共七年的任职经历 一下子得这么多权力 他摆弄得了吗 事实证明啊 他确实干不了 没过多久 就搞得官怒民怨 当官的怎么不喜欢他呀 就是因为杨国忠工作乱来 我们刚才不是说杨国忠除了做宰相之外 还兼任吏部尚书掌握用人权吗 这吏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选官 选拔官僚 杨国忠在这上就搞得很糟糕 本来按照唐朝的制度 选官应该怎么选呢 这个程序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是由吏部侍郎组织人手 对于那些官员的候选人 进行鄙视和面试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叫做三注三畅 什么意思呢 吏部根据鄙视面试成绩 以及这个人以往的资历啊 声望啊 给他啊 拟定一个官职 这叫做注 拟定官职之后呢 在公开畅明公布 这就叫做唱 一注一唱之后 如果说哪一个候选人 对自己任命的官职有意见 或者说别人对他当这个官有意见 还可以向利部反映 那么利部进行调整 进行二注二唱 二注二唱之后 如果谁还有意见 那么再次调整 这就叫做三注三唱 其实就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担部任命公事一样 三注三唱之后 另一部的工作是结束了 有一个确定的名单了 但是整个程序还没有结束呢 还应该再报到门下省 报批 门下省再审核没有问题了 才承送给皇帝 然后正是人民 整个程序特别的复杂 因此呢 每次选官都要从春天选到夏天 用小半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这个时间虽然花的多 但是呢 我们也要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因为选官工作很重要 一方面他关系着这些官员的切身利益 另外一方面他也关系到国际民生 所以宁可郑重其事 可是现在杨国忠一张宰相不一样了 他觉得这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你这样不讲效率哪行啊 这个制度得改革呀 怎么改呢 就从提高效率入手 怎么提高效率 他把立部的那些官员 侍郎以下都给晾到一边去了 谁也不用 就自己找了几个心腹小力 私底下就拟了一个任职名单 名单拟好之后呢 他把所有的候选人就召集来了 对着他们呢 就拿着那个名单往下读 读一个官职就问一句 有没有意见呢 哪个人有意见呢 好 都没有意见 过去 下一个 那这样一来可就不得了了 候选人没有见过这个阵势 听完了 有的连自己官名都没有记清楚呢 哪有什么意见呢 稀里糊涂就下来了 不到一天 这个官员的名单全部宣读完毕 这个立部的程序就算走过来了 可是我们也知道 立部程序走过来了 不是还应该有一个门下复审的程序吗 杨国忠连这个也免了 他是宰相啊 他有权利 在他宣读的那天 他把门下的长官适中和具体负责这件事情的集市中都给叫来了 让他们也听他这个宣读名单 听完了 他说 你们刚才已经在场了 整个程序你们都监察过了 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这就等于说你们这个官也过去了 门下的审核也就剩下 剩掉了 这样一来他这个选官就快了 以前都是从春天到夏天用小半年的时间 到他这儿呢 一天就全部结束 杨国忠一看 我怎么这么能干呢 在这顾叛自雄啊 美呀 真是不得了 问题是这样搞行不行啊 这样搞不行啊 这样搞简直是胡闹啊 你要知道那些候选人 有的是才高八斗的新科进士 有的是精明强干的基层能人 都指望着立部官员 能够凭他们的才能 给他们一个官职的任命 好为国家效力呢 没想到这么一来 他们的比试成绩不算数了 面试成绩也不算数了 以往的资历威望等等 全都不算数了 能当一个什么官 全凭小力一张嘴啊 那杨国忠那些小力 能够凭什么来确定官员呢 第一就看谁给他们送的钱多嘛 第二再看看谁资格老 也就确定了 这里哪有什么公平 公平可言了 当年李林福选官的时候 虽然说眼光一般 但是呢 毕竟还尊重程序 按部就班的来 就这还被认为是选举不明 可是现在杨国忠呢 不仅眼光巨烂 比李林福还烂 而且程序一边都不遵守了 因此他最后选出来的人 效果只能是比李林福还差呀 看到什么程度呢 资质通鉴的说法就是 资格差谬 无负论 选的官一点都不按人家的资格来 一点规矩都没有 那搞乱程序已经很糟糕了 更要命的是 杨国忠这个人为人还特别差劫 他不知道尊重官员 怎么叫不知道尊重官员呢 也举一个例子 还是选官的例子 按照唐朝以前的制度 这个选官呢 都要在尚书都省进行 尚书省 这叫为国求财 那么杨国忠一上任 不到那去了 到哪呢 到他们家去 为什么在他们家选官呢 他想的也很简单 想在几个堂位 就是国国夫人他们面前抖抖威捧 让他们看看我也混出模样来 那好就到他们家来吧 国国夫人他们在杨国忠家的客厅 这就拉了一个帘子 他们就在帘子后头 然后那些候选人就一个一个到前头来 候选人进了几个 这几个贵夫人就议论一个 这个胖 那个瘦 这个美 那个丑 这个傻 那个零 说话声音都清清楚楚的 人家外面的候选人也听得是清清楚楚的 这像什么话呀 这是为国求财呀 还是为你们杨家求女婿呀 不尊重候选人也就罢了 杨国忠连他的下属 地部侍郎都不知道尊重 杨国忠手下两个立部侍郎 论年岁都不小了 论任职的精力资格 都比杨国忠不知道老多少 而且也都是三品大员了 穿着紫袍子呀 很尊重很庄严的人 可是杨国忠呢 故意把他们在自己家里支持来支持去 眼看两个头发花白穿着紫袍的这个老头 在他们家的大厅上跑来跑去 杨国忠很开心啊 跟国国夫人讲 你看我这两个紫衣小丽如何呀 轻薄的不得了啊 把这两个侍郎差点没气死 那我们也要知道杨国忠是百聊之首 是宰相 这样的没有工作方法 这样的没有威仪 那官员谁能佩服他呀 都不喜欢他 那面对这样黑暗的现实 大家怎么办呢 有人就干脆引居了 这还不是最危险的 最危险的是有些人发现在中央在朝廷找不到出路 就干脆跑到节度使手下去 因为节度使他还是有一定的认官自主权的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人才的流失啊 这个流失会引发什么后果 我们以后还会讲 反正呢 搞得这个官员是很不满意 这是官怒 杨国忠肆意妄为 几次发动战争 让老百姓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可是杨国忠却不思悔改 依然我心我素 唐玄宗一味的沉醉在享乐之中 把朝政都交给了杨国忠 可是我们知道 杨国忠不过就是一个小混混出身 他根本就不具备当宰相的能力 这样的人掌握大权对国家来说就是财战 他的任意妄为飞扬跋扈 把大唐帝国的朝廷搞得乌炎瘴气 皇大官员无不怨声载道 不仅如此 他还做出更加荒唐的事情 让普通老百姓也没法过上安生日子了 老百姓为什么恨杨国忠啊 因为杨国忠是切切实实损害老百姓利益了 其中损害利益最多也是民分最大的事情 就是抓壮兵 争南少 建南少我们过去讲过 是一个云南的少数民族政权 本来隶属于建南节度史 可是后来不是杨国忠那个恩人显于仲通 贸然打南少 把人家打跑了吗 从此呢 就脱离了建南节度史的管辖范围了 那杨国忠就是兼领建南节度史 他觉得很没有面子 怎么办呢 还得打仗 再把他打回来 所以自从他当了宰相之后 就频频发动对南少的战争 可是呢 屡战屡败 那到了天保十三载 他觉得实在不行了 我无论如何要打赢这一仗 打赢这一仗 建南节度史那点兵不够 怎么办呢 就征兵吧 在哪里征啊 就在中原地区征 在两津州边征 他这么一征兵啊 可把老百姓给征反了呀 为什么呀 因为中原老百姓当时已经不会打仗了呀 我们原来讲过最初啊 唐朝实行辅兵制的时候 军府集中在两京周边地区 确实两京周围的老百姓是比较能征善战 比较有上午精神的 可是自从开元十一年张月改革兵制 辅兵制变为木兵制啊 边疆建立了节度史制 那以后呢 打仗的就都是那些节度史手底下的职业军人了 跟中原的老百姓没有关系了 中原的老百姓也就不用再去当兵去了 生下来就在和平的环境里啊 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兵器长得什么样 现在你突然说要争他们去当兵 然后去攻打南少 这谁愿意去呀 杨国忠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你既然不愿意 那我就按户籍点名吧 把户籍本子拿出来 三丁抽一 你家里只要有三个男丁就抽一个去 这不和抓撞兵一样 老百姓也是连哭待喊不愿意去 怎么办呢 有些人实在害怕 就干脆自残了 白剧一首著名的诗叫做 新风折避翁 讲的就是当年的一个逃兵 一个自残的士兵的故事 说一个当时24岁的 京兆的小伙子 因为害怕去征云南 怎么办呢 自己半夜拿大石头 把自己的右胳膊给砸舌了 砸舌头就残疾了 然后什么都干不了了 这才避免被蒸发 你想这说的可是开元天保盛世 盛世逼得老百姓把自己搞成残疾 这个盛世可就要大折扣了 按说杨国忠当宰相 当到这个份上 官怒民怨 他自己心理压力应该挺大的 是不是呢 一点都没有 杨国忠轻松的很 快活的很 怎么个快活法 第一 杨国忠一举贪污 三千万匹捐薄 三千万匹 这是什么概念的 国库都搬到他们家去了 第二 他在当宰相期间把和杨贵妃的姐姐国国夫人的私通也给公开化 我们不是讲过杨国忠一向跟这个小唐妹国国夫人关系不一般吗 当了宰相之后连遮着眼着都不用了 唐玄宗很早就在长安城里好地方给这个国国夫人他们姐妹修了豪宅 那时候呢 杨国忠还是一个小毛毛虾呀 他没有资格住在这个贵族区 现在他当宰相了 马上也把自己的宰子修到这来了 而且这宰子在哪呢 就在国国夫人住宅的正对面 干什么呀 往来方便呢 自治通见里说的好 自从宰子见到一起之后 他们就昼夜往来 迎复其度 白天也来往夜里也来往 他们不像话 不过家庭嘛 毕竟还是一个私人空间 人家在家里随便一点也没有太大关系 关键是 这个两个人呢 不仅是在家里比较放肆 在大街上也公开的大情骂俏 自从宰也有记载呀 是 或并配走马入朝 故事丈目 道路微之眼 他们在街上乱打乱闹 老百姓都看不下去 都侧默而视 眼着这个眼睛不看他 别看唐朝 好像说风机比较开放 但是老百姓还是看不惯宰相这种轻薄的做派 可是呢 杨国忠不管他 他觉得自己 已经没有什么可需要顾忌的了 那为什么杨国忠就这么放肆 这不像一个宰相 他怎么就能做得这么离谱呢 杨国忠自己说得很清楚 他说 我本韩家一旦缘交房至此 为之税嫁之所 然念忠不能之另名 不弱且极乐 什么意思呢 我本来就是一个寒门小户 穷小子徒生 是因为 魏飞的缘故 我们杨家才这样赫赫扬扬 虽然现在赫赫扬扬 但是我不知道最后的结局会怎么样 虽然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 但是我猜也好不到哪去 所以不如及时行 换句话说 杨国忠不是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他是知道自己问题太大了 索性得过情 那可能有人就要说了 杨国忠搞得这么差劲 难道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人 在唐玄宗面前揭发他一下 而陆山是一个胡人将领 在天保年间 逐渐成为玄宗的宠儿 那么他是如何进入唐朝政治核心的呢 敬请关注唐玄宗与杨贵妃之 偷杨贼的发迹史 杨国忠治国的无能 已经让很多人对大唐王朝失去了信息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 今年时代锐意进取的唐玄宗 果真糊涂到了这个地步吗 唐玄宗为什么会纵容杨国忠呢 大唐的官员们 为什么不揭发一下杨国忠呢 因为自从进入天保年间之后 唐玄宗和大臣之间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 也不纳建了 也不组织专题研讨会了 就只听宰相一个人说话 那宰相也就利用皇帝这种不闻不问 大搞一言堂 这是从李林府时代就开始的政治传统 杨国忠别的好没学 把这一条倒是学到家了 怎么搞一言堂 也举一个例子 还是天保十三载 这一年真是多灾多难 这年秋天的时候呢 大雨下个没完 唐玄宗一看着雨下了一个多月也不停 就问杨国忠 说雨下成这个样子 老百姓庄稼会受影响吧 要不要考虑赈灾工作呀 杨国忠说我调查调查吧 第二天呢 拿了两个精心挑选的颗粒饱满的骨碎 给唐玄宗 说经过我的调查分析 今天的雨虽然多 但是庄稼长得还不错 不信 您看 唐玄宗一看是挺好 那就不用赈灾了吧 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话 但是当时有一个地方官 他觉得不行 既然国家不赈灾 那受损失的就是老百姓自己 他作为地方官 不忍心看着自己的百姓受损失 硬着头皮 就上了一封奏书 说我们的地方反正是受灾了 至于说别的地方骨碎长得是不是好 我不管 那他这个冒险上书 他这奏章上到哪去了 直接就落到杨国忠手里了 杨国忠是宰相 所以结果怎么样 这个官进一尺台了 治罪情 赈灾照样没有进去 那你看白白赔上了自己的前程 皇帝还是不知道 老百姓还是没有得到好处 以后谁还这么傻 所以就都不说话了 那这对于官员来讲 叫万马其音 对于皇帝来讲 那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 看到听到的 只能是杨国忠想告诉他的那些 那他看不出问题来 但是如果我们要说 唐玄宗当时完全被杨国忠梦并 这也不是事实 有一个人因为身份比较特殊 他就不在杨国忠的官侠范围之内 他就可以说上几句真话 谁呢 我们多次提到的唐玄宗的老奴高丽世 我们讲过高丽世虽然是个宦官 但是为人很正直 而且头脑是很清晰 眼看着皇帝也好宰相也好 都在那最生梦死 高丽世可是招了几了 就在天保十三载这场大雨之中 有一次呢 唐玄宗就问这个高丽世 说现在整天下雨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 你不妨说来听听 高丽世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自陛下以权甲宰相 赏伐无章 阴阳失度 臣何感 什么意思呢 自从陛下把权力交给宰相之后 赏伐就再也没有规矩了 所以阴阳也就失去调和了 我能说什么呀 这话的矛头直指宰相 其实说的是又明白又沉痛 那么唐玄宗听见这样直言不讳的忠告 他是什么反应啊 他会不会振作起来调查一下杨国忠是不是胜任呢 他没有啊 这个事情的结果 资质通鉴记载的相当清楚 是尚默然 唐玄宗听了之后什么也没说 也什么都没做 这可就不是不明真相 这就叫做回避问题 那回避问题可不是唐玄宗一贯风格 唐玄宗青年时代 我们知道做什么事情都是雷厉风行的 那么这一次面对着高历史的这个觐见 他怎么就会默不作声 无所作为 我考虑这里头也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唐玄宗这时候是老 他已经失去当年的锐性 天宝十三载 唐玄宗当皇帝经44年 年纪也已经过了70岁 社会也早就进入太平发展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又骄傲又懈怠 在他看来 锐意进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就应该是不守成平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什么事都是这样 对宰相也是一样 只要宰相没有捅什么大篓子 那就不需要再做什么调整 而且呢 自从李林府当政以后 唐玄宗已经慢慢从朝政之中退出来 对大臣了解的非常有限 现在就算你说杨国中不好 让他换一个人 他都已经不知道再去换谁了 这是第一个理由 他糊涂了 第二个理由 杨国中出身外戚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对于经历过宫廷政变 在宫廷政变中成长起来的 这个唐玄宗来讲 尤其敏感 他确实需要杨国中替他做事 但是从内心深处 唐玄宗并不需要杨国中太有威望 太有能力 换句话说 杨国中没威望 没能力 也就不会有太大的野心 这对唐玄宗而言 莫若说是一件挺好的事 那你看在自身的权力保障 和国家利益之间 唐玄宗最后选择了自身利益 这种自私的想法 也是大唐盛世的悲哀 天保十四载的 有一次唐玄宗对高丽世讲了 说我老了 朝廷的事情交给宰相去做 边疆的事情交给将领去做 我也就没什么可担心 高丽 高丽世又一次劝见他 说呀 我听说云南已经好几次都大了败仗了 再向未必靠得住 另外呢 又边疆拥兵太盛 陛下将何以置之 我听说边疆的将领也有问题 他们手里的兵太多了 一旦他们有什么不利于陛下的想法 你有办法吗 你这两件大事都没有解决 你怎么就敢说自己已经无忧无虑了 那看来当时让人担心的不光是宰相问题 还有边疆问题 那么人们担心的这个边疆是谁呢 请看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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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